第一個就是要請老師們,第一個就是要先下載這一個 題目檔的話就在這裡,總共會有20題的題目 第一個先把這個先下載解壓說,這邊把它下載,然後把它先放在桌面上面 桌面把它先放在這裡 就會有我們需要用到的檔案的部分 那再來的話,其他我看,其他的部分的話,就是題目部分我想各位應該手邊都有書 所以這地方的話就不需要下載 那這個Ponocle的話就視情況,你回家的話有需要的話就把它登錄下來 那其他相關補充資料,我把它點開來看一下 裡面有關於像那個刊物部分,比如說像那個,題目裡面有錯誤 所以你們到時候的話可以看一下刊物的部分 那另外當然解題密集,各位應該也有買那個解題密集 那解題密集其實也有錯誤 而且其實有些解題密集,它的回答有的時候還蠻瑣碎的 就是說有些其實不需要這樣做,做法其實會有點繞一大圈 然後有的時候解題密集,它講的,等於你看完之後你還是不知道它到底要你做什麼 所以文字敘述上面當然有一點不是那麼輕 這邊是刊物,我想各位先看一下 這邊,當然第一個你要有建立一個觀念就是說 它是一個資料夾,它是一個資料夾 那一個網站實際上就是一個資料夾,所以你可以把一個網站 其實基本上就把它當成一個資料夾來處理 那這個資料夾裡面就會有很多的所謂的網頁都會放在這裡面 那它需要的資料夾,在比如說它會分一些類別 像Image是會放一些圖檔 那Media的話就放這個所謂的多媒體的檔案 那104的這個題目,實際上它就是要考你,第一個表格 你懂不懂表格的標籤設計,表格的部分 第二個就是說,你懂不懂得把Flash的檔案 Flash做好的動畫檔,有沒有辦法放到Julever裡面 因為很多人做完動畫之後就不知道怎麼做了 所以它這一題呢,主要就是要考你懂不懂整合 整合兩個軟體之間 這第三個就是說呢,還有考你所謂的CSS CSS現在用的非常廣泛 只要是網頁設計,絕對都一定要會CSS 那這個題目其實我覺得設計的還蠻好的 因為透過這部分呢,基本上最重要的幾個重要網頁設計觀念都要具備 那接下來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步驟,在104的這個題目 首先第一個呢,我們要先建立一個網站 建立網站的話呢,請你先到這個地方 這個網站 所以以後呢,不管你做哪個題目 都要先從這邊開始 網站,新增網站,這邊開始 那流程的話,基本上,網站,新增網站 那命名的名稱,原則上呢,你就給它提號好了 104,104 那直接按下一步 底下這個網址不需要領它,按下一步就好 那要不要動態的這個技術呢 我們這一題不需要,所以按下一步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說你的網站要放哪裡 這個地方是最容易出錯的 這裡就是旁邊有一個黃色的按鈕,把它按下去 那我們的網站要下載在桌面上 桌面上有一個私底免安裝 這邊把它打開來 然後104打開來 你只要看到呢,104的這個資料夾 104資料夾 然後呢,底下會看到這個image這樣子 就表示你找到你這個網站的位置 所以按個儲存就好了 這個路徑的話,記得要設定正確 像同學比較容易出錯 常常他們就直接又打開一層 那就錯了 或者是怎麼樣呢,跑到上面這一層 也不對 一定要記得104這個這一層 按儲存 儲存之後的話,下一步 然後要不要放遠端支付器 這邊捲著無就好了,不要 因為我們直接就是單機存取 直接按完成 這樣子呢,就完成了這個網站的設定 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說 到時候呢,會在你的右下角 右下角會有個檔案的視窗 這個就是檔案的視窗 實際上就是網站的視窗 就在這個地方,它會出現 會出現 那還有同學,反正任期都蠻多的 他說,老師為什麼我這個視窗不見呢 比如說檔案的視窗消失了 做完之後找不到了 找不到有時候卡住 怎麼辦呢,很簡單 找到這個視窗裡面的檔案 它叫做檔案 如果說將來找不到的話呢 請你在檔案裡面呢 請你把它點下去之後 它就可以出現 出現 好,這邊就可以了 那再來呢,題目裡面要求 我們先開啟什麼呢 首頁 一般的話呢,首頁 在Zrink裡面呢 它都是叫做default 所以請你打開default.htm 將來呢,我們在做練習 都會在這個地方做動作 所以這個地方 方便先還給各位 先把那個104的網站先開起來 並做一些相關的設定